水管破裂影响了民生用水 来关心是在新北市板桥区民生路 还有中山路口的自来水地下管线 疑似高压关系导致破裂 截至2号下午自来水公司 仍在加紧施工找泄漏点 但这也影响到附近大约有15000户的住家 虽然如今有水可用 但是降压供水的影响 水量有比平常小一些 那自来水公司也赶快弥补 是在当地附近的包括四维公园等地 开设一个拥有10个临时的供水站 来确保供水无余 工程人员开挖地面 一旁还有自来水公司用抽水马达抽离积水 新北市板桥区因为地下自来水管破裂 导致店家和民众用水受到了不少影响 怕又没水 我想说去拿水桶储备一下 因为水早上起来有一点小 对 然后后来就楼上没水 然后下来有水 可是水也是比平常小 卖饮料的业者就怕没有水可以洗设备 一早发觉有异状 立刻将大水桶装满水 而受影响的店家还不止这一间 要干嘛洗手的时候 你想说没有水 所以想说应该是附近在施工 所以就没有水 然后是忙了一个小时之后去开 头两有水 可是喷了一点脏污出来而已 然后喷完之后水就恢复原本的颜色 水管爆裂处就在新北市板桥的中山路 和民生路口 一号深夜先是有民众通报 分隔岛的中央花圃有漏水迹象 二号上午自来水公司派人到厂开挖 管线寻找破裂点 其实这一挖也导致附近降压供水 一度有两万一千户受到影响 截至二号下午两点为止 受影响的用户降到了一万五千户 而初步判断 很可能是自来水管的高压 导致水管脆弱处受损漏水 对于这个漏水点的部分 我们目前还在积极的来寻觅当中 即使我们今天漏水点还没有办法处理完整的话 其实它整个一个供水的影响 即使也是属于一个压降 而不会造成能够停水 而自来水公司也在板桥四维公园 庄境公园 民生公园等十个地方 加设临时的供水站 要把对民众的影响见到最低 谢谢先生 杨文豪 新辈士报道